交通部宣布4月1號開始 只要體溫覆測超過37.5度 就不能搭乘台鐵高鐵 也不能進入機場郵局和高速公路的服務區 因為接下來親密連假是輸運大關 親密連假輸運人潮將是平常日的好幾倍 為了降低傳染風險 交通部祭出鐵腕策略 不能掉以輕心 境內感染雖然只有個位數 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輕心的原因就是 它的成長速度 其實會因為人群的大量接觸 而呈現快速的成長 目前大部分的境外移入案例 雖然可能都被我們抓到了 只怕有些漏網之疑進入社區 而進行一個到處的傳播 台灣已經進入新冠肺炎疫情關鍵期 前機關局局長蘇一仁說 就目前來看防堵做得不錯 已經渡過兩大難關 第一是北部醫院院內感染控制在9人 第二是長照機構感染沒有擴大 只要不爆發一次破百人的群聚感染 每天二十幾例台灣醫療量能還是能應付 不過建議政府親民廉價得做最壞打算 我們的隔離病房其實目前大概只剩下 三層的空床使用 所以如果一次爆發增加了100例以上 絕對就會超過這個負壓隔離病房的數量 而造成這區病人必須住到普通的隔離病房 親民廉價防疫是關鍵 收住社區防線也是為了全台的醫療量能 加強防疫嚴正以待應戰疫情變化 記者林永明 林恩如台北報導